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巴巴巴巴巴摀到便利 让他死在 中期瞬为什么人这是良迷的 当地的始祐殩栩飓风 бан 幸福 只要 renewable帮 icrem云的 野面应到很 Normal 大灯光地的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这些中间的中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完那一副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心事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从塔利方面来讲 对终生生起大悲心 那么这个问题分了几个 其中第一个 也就是说 今时束缺这身体悲心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就是讲 何时感受痛苦 就看见我们很多众生呢 表面上看来 即生当中 这个一切啊 财富圆满啊 这个权力地位等等 一切都这个无忧不全的 风衣注射 但是呢 这些众生就是离开这个世间之后 还要就是干肃无量的 这个恶趣的痛苦 随处至善去 贫乡中患了 死亿也不恶趣 救命难忍苦 下面就是讲 表面上看来呢 就是我们有些众生啊 就是三盘无辞的 绿绿的 转生的 人间 然后这个天界 还有呢 就是阿修罗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三三界啊 三三界当中呢 就是经常也有这个转生的机会 当然这个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曾经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慈大悲的 这个佛陀的教法诸实 然后呢 就是这个具有法相的三知识 这个来于人间 而我们呢 也有心这个获得了人身 然后呢 在这些上师面前 这个殊死戒律 殊死十三 还有呢 就不断的这个 就皈依啊 发心啊 等等等 就种种的这个善业 种种的这种 这个善法因缘 聚合以后呢 就是我们会转生到这些人天福报 就是当中 具有人天福报的这个山区当中 来享受世间的各种快乐 比如说 我们曾经呢 也有很多人转生到天界当中去 就是当过这个天王啊 当过这个国王啊 这种现象也是多 包括我们现在看见的一些领导啊 有些大上人啊 还有一定的这种财富 威力的这些人的话呢 就其实呢 以前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善根因缘啊 就是具足之后 即生当中就变成这样了 很有可能 以前的这种有些蔓延和阴影呢 就是在不断地 将来在人间当中 还有享受福报的这种机会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应该是有这个机会的 可是我们真的是 获得相难的人生 然后修持大乘空性法门 这种机会呢 就非常的难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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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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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曾经在世间当中 应该说是享受过 许许作多的这种幽露的快乐 佛经里面说 我们世间的这种快乐 相当于是享受牧别国 或者说宝剑上面的这种蜜汤一样的 只要你的舍头一接触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隔断的 表面上看来感觉到非常的殊胜 但实际上 我们对任何的色分相偎 世间的这种安乐去贪着的话 结果不会有一个好的果报 所以在世间当中 虽然是这样当过很多的帝王 江乡等等 然后也享受过 无数无边的这种世间的快乐 这一点应该会享受过 可是一旦我们的福报和 前面的善业用完了之后 大多数的就不断地 入于地狱恶鬼旁生 善恶趣当中 然后 离经多劫当中 感受无量无边的这种举苦 非常难忍的这种痛苦 这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非常羡慕的所谓的这种天人 天人的这种快乐 最终福报灭尽之后很有可能 堕入无间地狱里面 感受无量的痛苦 《龙猛菩萨亲友书》里面也是说过 于天接种大乐者 凡天离谈得安乐 这个凡天的话 愿离一切贪欲得安乐 福尘无家 福尘越成火无尽 然后不断感受无量苦 不断地感受痛苦也 就是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最有名的 所谓的凡天 当时在天接当中 也是暂时获得了泥潭 享受一切的快乐 可是最后 业力穷尽之后 慢慢慢慢会堕入到无间地狱 变成在地狱里面的所少处 感受无量的痛苦 而且《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 《大智度论》里面也说过 比如说 我们世间无色界的天人 他的福报灭尽 最后他就堕入到旁生当中 灭尽和住宿里面 感受痛苦的 然后色界当中 色界当中的这些天人 最后他的灭尽福报之后 堕入到一些不清净的处 也是感受痛苦的 然后我们世间的愚界的天人 愚界的天人 最后要转生到地狱里面去受苦的 所以说不管是在三界当中 上至沸沸向天也好 然后下至无间地狱之间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快乐 表面上看来 我们看见的是有一些快乐 但实际上它是不离辛苦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 一方面对三界犹如火灾一样的 对整个三界 不要有一种羡慕 爱慕 或者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这是不能分其出离心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分其出离心的 这种真正的出离心 不要说是对这个善恶趣 即使对善善趣的话 也丝毫的这种羡慕和渴望都没有 应该看成监狱一样的 比如说关在监狱里面 那毕竟这是监狱里面的众生 暂时对他的待遇怎么高 在监狱里面当什么样的官员 当什么样的领导 其实他毕竟是凡人 也是受着监狱的围墙里面 就不会逃脱的 所以我们轮回当中 如果看到了一些领导 商人 很多人不知轮回无边无际 不知轮回犹如苦海的 这种人可能对人田的一些羡慕 人田的一些地位 或者说一些丰富 就很有这种羡慕 但是你懂得了三界结尾痛苦的 这样的修行人的话 他不会任何的希求 但 stable Burma 帝要破孔的温暖 我出见了个戏 看好她没有让她人打开 你不是别人 我想他们在弹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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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讲我们对整个善友当中的这些可怜的众生也应该生起悲心 也就是三界轮回的众生 三界轮回的众生就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无论是在上之三界和下之恶界全部都非常的可怜 就非常的可怜 所以与这个解脱是相伪的 我们先应该要动达这个轮回与这个解脱是密和无之间的差别 《经庄严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许多的显宗和密宗的经典续部里面都讲了众生和佛密和无的差别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我们依靠善知识和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当下认识自己心的本体的话 可以说是开悟 在开悟的时候 在他的这种境界面前不会有迷乱的现象 可是众生一直是悟不了 就像我们有些人在沉水当中做噩梦 一直是醒不过来 旁边的人说不要吼 不要吼 但是他说 哇 哇 哇 一直在那儿做梦 就像是这样的 虽然诸佛菩萨通过各种教言来敲打我们 旁边提醒我们 我们所执着的真实的东西是假的 我们对我的执着也好 清净的执着也好 舍有的执着也好 一切都是不实在的 可是因为我们在无名的沉水 这个因缘非常深厚的缘业 在轮回当中一直是醒不过来 一直自己认为自己所执着的妄想对境是舍有的 所以对世间的各种 世间八法和世间的密乱现象 让我们很容易迷惑的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对真理和对万法的真相 会了解 就是很容易被迷途的 如果我们对世间的实质而迷走的话 那么这种迷惑跟 了达一切万法的真相 解脱一切障碍的束缚的 这个涅槃完全是香味的 你的相续当中不可能有 开悟和迷惑这两个香味的东西是存在的 沉尔的关系 那太行 IO 像我看口 richness一切之后 我应该 reconcile long работы 经厌лять您的内容 是有別的 对开悟和缘分尽 comparisons 亲切会离犯作与 Curtis Nev你 我是真的 结尊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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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存在这种开悟 那就是茫茫无边的众生就非常可怜 他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也是经历了数不胜数的痛苦 就像是大海一样 大海的话它的深度也是不可测的 然后它的广大也是无边无际的 无边无际的 所以在轮回当中经常用苦海来说明 来比喻 因此我们没有通达总管的我 或者说是薄弱空性的这种道理 之前的话 众生始终都是在漫无边际的轮回当中 就不断地在徘徊 不断地在开始扭转 一旦我们的心相续当中 有了薄弱空性的种子 逐渐逐渐可以毁坏的 所以我想我们即生当中 对薄弱这个法门 一定要重视 否则在轮回的这种大海里面 我们什么时候能逃动 什么时候能超越 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的确是刚才想的一样 无我的这个法 在相续当中没有产生 那就是所作所为 变成轮回的因 不见所为我 好也不知我 一旦我们真正见到了 我不存在的这种见解的话 什么与我无贪恋 不从求乐转 应该在十两轮当中 有这么样的教证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见所谓的我 我的执著也是没有的 如果我的执著没有 我们对他的贪恋 爱恋也是没有的 在这个时候 我想转在轮回当中的 希求也是没有的 也不会转在轮回当中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我 这位点子 因为我们不许多么 莫非也不许多了 这位教会 因为邀請求吉他 打招街 对 我们不许多么 为什么呢 这位照片 打招街 就是也不会发生 这位建议 那位首个女带 我说正是只能效果 就是什么 我说你们俩音乐 就是我们能干的 刚好 你也崩命的 对我所说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讲词相为难处 这种迷惑 也就是这样的诗词很难处 苦海山里为宿命也断除 为何极无病 强忍几皮骨 随眠树塔海旁 伴于心无疑 无疑命殊逝 回观尽难得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众生在三界人会当中 感受无量无边的这种痛苦 在这个苦海当中 很难以逃脱 在这样的苦海当中 有时候众生可能会生起一点善念 就是大悲心 信心 或者包括一些出离心等等 但是这种善心 应该说是很微弱的 很细微的 靠不住世间的这种磨炼 就是可以说 凡夫人相续当中的这种善念和一些善感 是极其的这种薄弱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什么 犹如乌云 黑暗中 刹那三点及明亮 是吧 刹那三点及明亮 然后如是淫妇为得力 世人赞蒙 修佛意 所以佛陀的这种为得力 然后我们世人的一些 因缘福报具足的时候 恶而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一点点的善心 当时暂时的念头 我们也值得很赞叹的 但是黑暗当中三点 一会儿就没有了 所以凡夫人的这种发愿 凡夫人的一些善心 确实是很微弱的 因为我们外面的环境太糟糕了 外面的这种诸位的人 太复杂了 所以我随着这些人 水不着流 不得不这样的 然后这个善根 善心也很微薄的 就是城市里面也好 很多现在人真的是 有时候学习佛法还是很不容易的 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如果这种善心 虽然是微薄的 但是依靠的身体 如果永恒存在的话 也不要紧 今天不是明天 可能时间等得久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下面的人生 其实这个人生非常的短暂 一会儿就过了几年了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真正有修行的机缘还是很难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众生真的很可怜的 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整个宿命也是很断绝的 然后在断绝的宿命当中 如果是全部用在修行上面也可以 或七十岁也好 三十岁也好 全部用在修行可以的 但是并没有的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天天都是玩 然后小的时候 天天都是玩 年轻的时候可能与世间八法 各种执着 被俗获着 然后老年的时候 被迷惑已经控制住 而且为了生活 为了养家户口 为了生存 一直不断地开始忙碌 开始感受各种痛苦 还有为了我们的身体 为了我们的心情 每天都是劳累 每天都是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我们看出家人应该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稍微轻松 没有工作的压力 没有生活的压力 应该说是 真正的一个清净的出家人来讲 他的生活来源 有些饮食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的 然后其他一些世间的 各种感情也好 家庭也好 各种各性独角的有些行为就减少 所以应该说是好一点 但尤其是在家人来讲 要面对很多的事情 对亲人也好 敌人也好 包括对家庭 孩子 有很多很多苦恼的这种东西 先生 我在家里的村庭 孩子 他人也好生啊 我在家里的村庭 孩子 他就说他怎么会说的 是父母是和母亲人或是母亲人 我们的家类的有些人 孩子 他也好 孩子 孩子 他只有他们在家里面 我一个人 孩子会让我来说 还有频道 你们就是赴家庭 孩子 我们在家中间 我们就是赴家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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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想是我就很顺利地完成这一堂课 可是中间可能是家人打电话 就各种什么事情出来 我们有些人传承圆满地完成 但是中间经常也是出现违缘 有很多他人来违反 还有最可怕的就是遇到一些恶友 就是我们周围的很多人的话 这个见解 行为 然后他的观点全部是与我们的慈悲观念背道而刺的 以前《波多瓦的有一个美丽的莲花》里面也讲过很多恶友的一些特征 所谓的恶友破誓言的 然后对自己戒律受到损害的一些疑心的 还有见解 行为完全是不相同的 现在所谓的外道一样的 之后就是求世间法的 求世间法 每天都是求世间法 还有一些愚本的 人格下列的等等 这些亲友和好友 亲朋好友的话 我们一定要舍弃的 所以说真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么多的人当中 首先遇到善知识 心说大惩法的人就是极为罕见的 即使说是有一些 但是自己信不堪了 然后马上离开上师 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一般在《赵高山法》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凡夫人 到了一些城市 到了一些恶劣的环境 完全自己生活之力是很困难的 就是你幼儿园的孩子 完全生活之力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凡夫人一定要 起码在戒律当中 说是一知三知识 要十年以上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的 有些人对取入佛法之后 尽量地对上师的教言不离开 时间越来越长好 否则你自己是根本没有这种面对的能力 暂时你觉得 我可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以后一定永远修大乘 我修我的禅定 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是逐渐逐渐 我们的行为被外面的人诱惑着 所以我个人真的有时候在大城市里面 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确实不敢住 好像住了以后 一天比一天不行了 也并不是一天 我就干什么很明显的坏事 这都是没有的 但是自己的坚修 什么都好像越来越差距 越来越远离道向 所以一些善知识 一些佛教的团体当中 自己还是有一种提醒的作用 别人这么精简 我为什么不精简 别人行持得那么好 我为什么 自己始终都是有一种提醒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 无意义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宝贵的生命 很容易地消失过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真正是 显而无自信的智慧的证件 很难以得到的 我说的 不是我们中观的证件 大圆满的证件 这些都是根本不用谈 基本的一些所谓的因果证件 世间证件 世间证件是什么呢 就是前世后世存在的 业因果存在的 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皈依三宝 像基本的一些佛教的道理 这种见解 就恐怕难以得到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当中 真的是获得了证件 极为难得的 因此对这些可怜的众生 一定要生起悲悯自信 下延送他现在的合遣 来 什么呢 走开我吧 抱歉 儿记者 根本没有解决的 我们现在决于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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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有点使用完再来 缓甫手的褶子 有点证件 它是因为 现在总体要去对更多的 这一场飓食品 Mask 这一场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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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